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昨天在推特上传递最多的一个镜头 他讲述的是 因为在游行的过程中 后来大概统计有二十几个人中暑 身体出现不适 这是游行到晚上 到了金钟广场 几万人聚集在金钟广场 有人身体出现了不适 当救护车过来的时候 不是一辆了 这是其中一个 而且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应对着有些人的一种说法 所以我用了这个版本 那救护车进来的时候 人们这些学生都是年轻人 学生让出了车道 当救护车走了过去的时候 人们又恢复到原来 有一个说法叫说 就像当年摩西啊 带领着犹太人 走到了红海 后面有追兵的时候 那接住了神的力量 神赋予他的力量 那打开了通道 那人们救赎人们过去 被救赎的人们过去 犹太人过去 那等这个 人们过去之后 红海又合成 是做了这么一个比喻 做了这么个比喻 那在这里呢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因为他的隐喻太深刻 他的隐喻呢 令人们极其感叹 因为一个简单的视频 另外的人讲说 这就是林郑月娥嘴下的暴徒 这是中共政权指称的 这个所谓的暴徒 这是我们看到的暴徒 这是他们嘴中的暴徒 那在昨天的节目中呢 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跟大家分享了 当时流行结束 流行结束后的那个节目 非常感谢朋友们 对食堂的关系 非常感谢 那个节目是落泪了 那两百万人意味着什么 我刚才查了一下 中共国现役军人 现役军人 两百零三万 中共国现役军人 两百零三万 他的人数对等了中共 中共国今天习近平权力的 最基础 最要命 最根本的人数 这是两百万人的概念 那中共把 今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说 外国势力鼓励了 鼓动了这两百万人 欺骗了这两百万人 来到了这个 出现在街头上 我做个比喻了 今天他习近平 是中共国现在最具权力 最有独裁品质 最一切都是 以他作为核心的一切 他有多大能力 他有多大本事 能够把两百零三万 现役军人调到北京城 来一把 让他使出 他当初小时候 吃他妈奶的劲 他也没的 他不敢 对吧 他也不可能 那如果作为一个独裁者 作为今天中共 这地球上最独裁的体制 最具有权力的人 他都不敢把自己的军队 调到北京城走一圈 外国势力 可以在香港 蛊惑香港人 走出两百万人 走出了跟中共军队等同数量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昨天我们节目非常恰当时 就是很恰时的跟大家分享了当时的场面 太多朋友关心石头了 是 昨天拍完那期节目之后 说实话挺累的 因为从6月9号大游行 到了6月16号 那我们看到的故事的演变 基本上在大的事情中是跟随的 那昨天是说了一句 等了12年 就等今天了 那是当时说的5月13号 我们当时重复的是5月13号 意味着什么 中共死定了 在人间表现出来 中共死定了 那一节 那个时间点开始了 无人能够 无人能够反 无人能够回去 我们当时用了 节目中我们用了 巴黎圣母园大火的概念 巴黎圣母园着大火 是4月15号 是这个受难州的 西方宗教中受难州的第二天 受难州的第一天 是按照星期日说的 那是4月14号 那4月15号 同时是胡耀邦的忌日 30年 是8964爆发的起点 两个月后 整整两个月后 6月15号 是他习近平的生日 同样是中共的党魁 那在4月15号 受难州那天 死这个巴黎圣母院 着大火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 那是标志 雨果的全烧毁了 神的留下了 那是整个过程 而胡耀邦的死 却应对了这个时间点的出现的本身 在隐喻着开启的一切 就是救赎的一切 开启的一切 从那个时间点上出来 而巴黎圣母院的大火 是一个缩影 而胡耀邦的死的忌日 是一个时间点 是生的点 应对了他习近平97年的方德 2017年的方德始终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是终结的开始 死是生 大火的一切烧掉了雨果的 然后神的东西生了 而在后来 那我们就在节目中 跟大家说了 我说 那我们将看到 巴黎圣母院的故事 5月13号 我说那 我说做了12年节目 有朋友说 自仇一谋 陶哥你应对了那个 那他12年 确实我做了12年节目 2007年开始 6月4号 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是一样 完全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吧 这个东西根本不是 我个人能力能控制 所以在昨天呢 我当时看到的场面 就是很悲壮 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对 这个场面已经出现了 5月13号 习近平一早召开政治局会议 宣布要跟川普打贸易战 直接硬碰硬 那意味着什么 人民币 毛泽东 共产党 死的一切 习近平报定 那对垒的是什么 对垒的是 In God We Trust 在美元上印的这个钱 那川普 美国社会代表着一种神的背后的力量 他是生 中共国 毛泽东的头像代表着是死的 灭绝生命 灭绝人性 因为他是高级动物来 In God We Trust 美国人的意念中 他相信人是神造的 如果不相信人是神造的 他无法应声 In God We Trust 那中共国 他的表现的概念 一定是生灵涂炭的 杀人的 因为毛泽东代表的是杀人的 他代表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他是高级动物的生命品质 他们的爹妈都是猴变 中国人有句话 老爹妈儿子 说你这个猴崽子 用的就是那个猴 你这个猴崽子 在北方的社会中 我相信习近平被他爹骂过 这个猴崽子 很有趣的 那猴崽子 北京山顶洞人 一切他是对生命的侮辱 对每一个人的侮辱 包括他习近平 包括他林郑月娥 这是对英出现的 5月13号 我又跟大家讲 我说6月10号将是塔尖崩溃 巴黎圣源的塔尖崩溃 解释过了 对吧 6月9号大游行 应了一个9 是声门 那6月10号 6月10号的 6月10号的子时 这个东西要算 是跟我们中国人有关 子时是6月9号夜里23点 夜里11点 夜里11点的07分 香港政府坚持要送中 一切都不退缩 面对103万的大游行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 我说过6月10号 应对的610办公室 一切是跟法轮功相关的 610办公室 20年前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组织 5年前 2014年 香港610白屁数 我跟你讲 都在定数中 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日 而那一天同样是林郑月娥的生日 没有人能解释 当你只相信利益的时候 那这是我们看到 一个星期之后 七天之后 那6月16号 发生的事情 对吧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所以他对应巴黎圣灵院的大伙 应对着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 我们前面已经兑现了两个 塔尖的大火和塔尖的崩溃 那应对的第三个呢 其实对习近平而言最残酷的 就是昨天15号的那个人的死 梁先生的死 那6月15号 大优星潜逗 梁先生去世 这个是很 因为人死了 这很难评价的 对吧 我不好说什么 但是在节目中早跟大家介绍过 渔月节 今年的渔月节 跟这个 就是犹太人的渔月节 跟复活节是顶在一起的 跟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讲的复活节 是顶在一起 完全时间是吻合的 早跟大家解释过 渔月节复活节 神的复活的一切 是有着人的层面的生命的代价 我们在节目中就这么跟大家说的 对吧 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曾经这么描述过 所以我说 这个时间不是 这个日子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渔月节 就是羔羊的故事 那犹太人要杀掉羔羊 用羔羊的血抹在柱子上 而同样在埃及出现的 是人的生命的投胎 胎生的投胎全死掉 猪狗羊凡是胎生的 第一个儿子也好 姑娘也好全死了 包括当时埃及的国王的长子也死了 这是人的死去 复活节 那耶稣的逝去 同样的概念 对吧 耶稣的逝去被杀掉 那抑郁着后来的神的复苏 他的隐喻的概念 就跟巴黎圣民院着火的概念一样 余果的全烧了 神的东西全留下来 完全一样 15号 姓梁的先生走了 我节目中还跟大家说了 我15号 6月15号加在一起是21 三条七 梁先生的死是35岁 5735 死的过程这么不用 我只是说 在这一天 把习近平盯在了柱子上 盯在了生死亡的柱子上 在此之前 我认为他还一直 我认为他还有机会 他的生就是死 胡耀邦的忌日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胡耀邦的忌日 4月15号 出现了巴黎圣民院的着火 所以他的死代表着 人们的看到了神的一切留下 和在当天 那巴黎人跪倒在街头 唱着圣歌的概念是一样 而他的生日 习近平的生日 六六大顺的生日 却代表着死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只想 我只希望朋友们能够从 不要从利益上看待这一切 这是在 这是在过程中 而且只剩下最后一段了 只剩下最后一段 会惨烈的 我一直跟大家 雨果的全给烧毁了 人的邪恶的一切 这种 怎么说呢 利益的一切 很多东西就没了 会毁掉 这是一个 这是 而在习近平的生日上 出现了一个死亡的人 死去的人 而那天 他恰恰被挣脱的是 黑色的背心 他身体比较胖 比较重 而他所展现的一切 留有一书死控临等 这是反共 反送中 就是反中共 这是我们节目中 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今天已经有人用这样的标题 在写文章了 所以这是对等的 我说的是 4月15号到6月15号 对等的 一生一死 一个季日代表着生 一个生日代表着死 相当具有含义的 在我眼里 所以我16号的时候 那期节目 昨天那期节目 我觉得 我再次感谢朋友们对时常的关系 非常感谢 因为很多朋友说 涛哥太累了 是跟着 几乎是跟了两三宿 这么跟过来 那 其实在原来的节目中 前期的节目中 跟大家说过 很悲壮的概念 说 这段时间过去了 就没了 所以我 5月13号是个日子 6月10号是个日子 我们都看到了发生 后面是7月20号 人的丑陋的一切 跟共产党走的利益的一切 这么讲吧 利益 我经常说共产党是属驴的 这帮都是跟驴蛋 那么纯那么骚那么笨蛋 那属驴的概念是什么 现在6月初 6月中 这时候在北方 很多收麦子已经收了 然后就开始扬肠 就是晒骨子晒麦子 那晒骨子晒麦子 我小时候见过 家里太穷到农村去 就把那驴啊 弄成碾子 这碾子是这么大的石头 圆的 中间弄个棍穿上 然后驴呢 蒙上眼睛 然后来压那个 把那个麦的壳啊 什么小米 什么都给它压出去 什么弄香油的 都是这么做 所以为什么把驴眼睛 我小时候不懂啊 我问大人 为什么把驴眼睛给蒙上 大人说了 嗨 现在很麻烦 这头驴如果是头公驴的话 他旁边一看见母驴 他会使出劲 把这个碾子 把这个工具 这石头盘子 都给带好了 去追那母驴去 驴就那么骚 共产党属驴的 所以要蒙上眼睛 好来 我开玩笑 我说他蒙上眼睛 他看不着母驴在那边 如果母驴要叫 怎么办 他说你怎么太 你怎么那样啊 他叫 他眼睛给拽过去 他只剩叫 共产党人就剩叫 属驴的 但他命运就是命运 定数就是定数 这走得非常的完美 三十五岁 五七三十五 十五号 六月十五号 他习近平的生日 在三条气上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文章 插一把 习近平六十六岁生日 普京当面送了六六大顺冰淇淋 送冰淇淋 送的冰淇淋 他普京太坏了 他知道他上了大火了 吹牛皮 我跟你说 谁都这样 这吹牛皮 他送冰淇淋 有人说 俄罗斯送冰淇淋 这是个传统 捅你个大头鬼 爱传统不传统 他就这个时候 给他六六大顺的冰淇淋 他找老了火了 你让我说 就是命运嘲讽他 命运嘲讽他 他习近平 吃不吃冰淇淋 爱吃不吃 对不对 你凉快不凉快 爱凉快不凉快 习近平太强硬 激怒了香港人 是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 现在不是林郑月娥的事情 是另外一个 完全是他习近平的事情 文章蛮长的 跟大家分享 这其中的梗概 是这个 是他的概念 确实是有这个概念 背后老板当局 一声不吭 是 被要求下台 林郑月娥公开发表 道歉 组织反送中的泛民 这个民阵不接受 拒绝提向 拒绝 他们提出的五项诉求 市民不罢休 成了今天的 谁成了今天局面的 谁造成 是习近平造成 到现在 昨天晚上 这个 香港港府已经 公开发表道歉信 这都没用 他们拒绝撤回 这个 拒绝宣布撤回 他们拒绝 撤销掉 六月十二号的 这个 所谓暴动的说法 他们拒绝释放 被抓捕的 这个 年轻人 所以 都是用嘴 没跟人说 驴只剩下叫 骚驴啊 母驴是骚的 百万大游行 包围立法会 那 港局对 政府 站在港背后 北京 越来越不利 是 美国国会 提出了这个 认证自治 叫香港人权 香港民主人权法 可以这么说 说 挂出特殊待遇的状态 它不是 是香港民主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法案 它是 它是要放在这个 美国香港政策法的 法规上头 作为一个条件约束 是这么来的 所以它是背书的 这个背书的概念呢 直接冲着香港的 那些凡是要送中的人 要送 被在执行送中的官员 迫害人权的官员 香港人权的官员 把他们的财产没收 问题在这 韩正南下 林郑月娥 星期六 暂缓 那都没用了 这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只是用这个 他怎么去分析的 是 习近平的灾难 强权者的崩溃 上台对港政策极其强硬 自治变成中央 给予地方的自治 是 取消基本法承诺的普选 一国两制被践踏 公然 这是 铜锣湾书局 这是指 举的具体的事情 战中领袖被判 那 学生领袖被关押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 战中的学生 刚刚被释放 越来越不可一世的 强硬态度 迫使香港人破釜成中 爆发了历史性的对抗 林郑月娥不能满足 当局会不会秋后算账 16号 有了组织者 将200万人 那700万多人的城市 极其罕见 没有过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对比了 200万的概念 是中国军队 等同中国军队的 现役军人的总体人数 现在多伦多 猛龙队得得 获得这个历史性的突破 NBA的总冠军 整个多伦多市 整个加拿大 在今天进行 这个大游行 来庆祝多伦多市 NBA的这个猛龙队 得到冠军 他预计只出来200万 这个概念是什么 如果你按照一个社会层面上说 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说 人们关注体育明星 和关注盈役明星的比例 如果按照100说的话 他们占97到98 剩下的2% 是如果跟新闻对比 剩下的2% 才是新闻政治事件 也就是说 在多伦多这种 NBA的这种体育明星的 巨大历史性事件中 占出来100个人 才能里面对等的出现 两个人会上街游行的 这是一种比喻 那我个人做社交媒体 这么多年 社交媒体基本上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香港的200万人 那快对等的 如果按照 按照这个 这样的比例说 在社会层面影响了 等同是两亿人 如果按照这个影视明星 体育明星的说法 基本类似的概念 所以大家就清楚 这200万人的数量的对比 两个概念 中国军队总数203万 那这个NBA的 今天的游行200万 预计200万 还不是真正达到 香港不是北京 太古广场不是天安门广场 这都是形容了 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致歉 政府重申 没有重新启动的 这个时间表 但示威者坚决要求撤回 逃犯条例修改 明报说 政府消息人生 声明中提到 政府重申并无重启 时间表等同 等同死亡 形同撤回 它的卑劣性在哪 它的卑劣性在哪 我给你举个例子 共产党取婊子 这话都不好听啊 大家就是 共产党取二奶 二奶一定争取 要扶正 把大奶打出去 那这个男人主的 共产党取婊子 绝不让这二奶扶了正 正就是正 所以他永远压着那二奶 在LA 在洛杉矶 在旧金山 都有大批的二奶 在这个纽约的 长岛 那都是富人区 养了大批的二奶 给你钱花 什么都可以给你 就不给你扶正 共产党就一样 玩女人不扶正 那女人干嘛 这话不好听 这是强奸民意 我说的意思是这个 是他共产党的背景之下 强奸这所有香港人 他为什么不撤回 一样的概念 不太恰当 但非常明确 撤回 共产党崩溃的 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 所以 为什么我说 他是属驴的 就在这 就在这 这些说法的 可信度不低 并不低 那你 一样哦 所以这些都是混蛋逻辑 混蛋逻辑在哪 他是在于 撤回 是一种正统性 对吧 那 扶正要拜天敬地的 要三鞠躬的 拜天敬地 三鞠躬是什么 天地人 死人也居三个躬 天地人 其实在我们民间 大家一直在遵从着 这样的概念 文章写太长了 港人愤怒 其实指向更深的内容 就是从他们的生命中说 民主提到五条 完全撤回逃犯 追缴 追缴警察开枪 不检控和释放被抓的人 撤销定性 暴动定性 林郑月娥下台 如果政府不回应 三罢 三罢 直到胜利为止 所有香港人的反抗 所有世界 所有人的支持 他支持着什么 支持着 港人拒绝和支持的做法 都是一条 香港人 不愿意置身于 习近平的 一法治国 一线治国的统治之下 所以港人的反中 反送中 就是反中共 问题在场 是吧 这是共产党完结的过程 领头人的遭遇 要求过分吗 权力发动领头人的遭遇 铜锣 铜锣湾书局 百万人的 百万人示威者的矛头 恐怕指的是背后 习近平 中共跟习近平 港人曾被允许 只选 只选 双普选 但他们被埋弄了 是在习近平的手上 以极其强硬蛮横的方式埋葬 是 当局不愿顾忌市民 人人自卫 反对强行修裂的主流愿望 硬是把一把柴火点燃了 这是命运 他讲一把柴火点燃了 就我说的 巴黎圣母院是天火了 所以我刚才说 梁先生的死呢 很难解释 不好这么说 其实梁先生用他的死 激发了太多人 在星期日出来了 我相信很多人是 由于他的死 人都死了 他的概念很清楚 对吧 撤回恶法 林郑下台 那是穿在他的衣裳上 他用自己的生命的使命 他是把那黑衣服 给扒下来了 衣服掉了 人掉起来 三个四个消防人员救他 因为他就没抓住他的身体 抓住的是他衣服 而整个游行 一开始就讲的是黑衣服 为什么衣服 黑衣服 这个恶法 黑豹 黑症 所以梁先生用他的死 扒掉了黑衣服 来展现出生命的寒意 同时把中共 习近平 林郑月娥 钉死在死柱上 非常具有隐秘 提醒了所有的人 唤醒自己的善意 真的 北京跟香港越走越远 那泛民主派捍卫自由发起战中 那而舆论强调的是社会的对峙和撕裂 林郑月娥担任特首 她的首要任务是弥补这种撕裂 但港人今天的示威的行动 捍卫自由的决心的铁定 对峙的目标的一切 她把中共就是向着中共和他们的傀儡港府 那网络的反应看 即便近几年到香港的大陆移民 也参与了这场游行 他们不愿意回到 那被遏制自由的中共体制 就是那句话 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反对中共 反送中 实际含义反中共 而反中共是全民的觉醒的过程 这是觉醒 而是习近平一手造成 未来的特首是谁 香港人现在清楚自己的目标 来当局利用战中失败后 支持的建制派 分割民主派 这种事难以走效 是 那这一次在香港出现了一些假警察 香港的假警察 但很显然他们没有得逞 非常显然 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陆正面临着 充满着自由精神气息的香港的威胁 这种自由精神越来越凸显 那敢于抵抗独裁声音越来越大 那不能不说和习近平 培制着把关的太古广场天安门如何如何 这些都是从政治层面讲 而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一种生命层面 把香港当成大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雨伞革命反送中 抗疫的主导 年轻的一代越来越自信 香港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丢掉了对中国政府的幻想 这话对中共政权的幻想 因为香港的社会是一个 它的人太多地义太狭小 它是一个为了生存极其争取的一个社会 为了生存满足在利益上 在利益上的一种需要的背景之下 根本不去触及任何政治上的东西的时候 在这个背景之下 人们激起来 所以人们捍卫的不是政治式表象 人们捍卫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 觉醒的尊严 这是一再一再跟大家讲的 那香港人的这种觉醒 就像我们说大火烧的过程中 神的一切出现了 香港的年轻人一直伴随着圣歌 希望能够感悟林郑云 在11号的晚上他们唱了一宿 在昨天晚上他们也在唱 进行捍卫自由法治的最后决战 决战不仅在街头 而在人们的心头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相当倒 生命的决心 非常感谢朋友们对世上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